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亚洲大学创意设计学院 不分系国际设计学士班的执行秘书 同时也是创意商品设计学系的助理教授 那以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创设不分系的同学需要具备的特质 以及他们在学校会经历到的校园生活 创设不分系以培养学生的设计思维 以及国际移动力为主要宗旨 首先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国际设计课程 在这些课程里面 老师们聚焦的不是在技能上的提升 而是在思维上的拓展 所以老师会要求同学们 在生活中去发现许多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再将这些细节现象逐一的分析 放大之后转换成自己独特的设计理念 再来为了要提升同学们 跟国际交流的能力 我们安排了一系列的设计专业英文 托福加强班等等的课程 在上学的期间就不断地加强 同学们的语文能力 那为了要让同学们可以实际地 跟国外的同学和朋友们互动 所以每年的寒暑假 我们会尽量地安排各式各样 跟国外学生交流互动的机会 甚至带着同学们一起到其他国家 参加他们的设计工作营 那有参加过的同学都说 从中获得到非常大的收获 而且交了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 创设部分系以培养学生的设计思维 以及国际移动力为主要目标 首先我们会安排一系列的国际课程 在这些课程里面 老师们会努力地去引导同学们 从生活中观察许多 原本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建立自己的价值观 以及对事物的信念 再将这些想法 努力地发展成更多元 更广泛的设计灵感 此外我们也搭配了许多的 设计专业英文课程 以及带领同学到海外 参加各式各样的国际活动 设计工作营 同学们可以在这样子的经验当中 学习到很多跟不同文化接触 以及了解不同知识的方法 最后我们会要求学生 在大学四年期间 至少出国一次 来完成他们的国际交换计划 藉由这样子在国际实地的境外学习 他们又可以去学习到不同的文化资源 然后更丰富他们的视野 以亚洲大学为例 部分系的同学们 在一年级广泛地探索了自己的兴趣 以及设计的专业领域之后 亚洲大学创设部分系的同学 在第二年开始 可以从院内的五个科系 分别是数位媒体设计系 视觉传达设计系 创意商品设计系 时尚设计系 以及室内设计系当中 选择自己有兴趣的分流来就读 在他们的专业分流里面 老师会给予更多设计技巧上面的提升 并且搭配他们在部分系 本科里面所学到的设计思维 达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接着部分系会辅导同学们 去争取校内的奖学金 以及教育部的出国奖励计划 藉由这些计划 送同学们到各个不同的姐妹校 实际的担任交换学生 或者进行短期的研修 其实部分系的学习内容非常的宽广 因为系里面的学生 会来自数位媒体的专业 所以他们对动画 对剪辑影片非常的熟悉 再来视觉传达分流的同学 则会更加的理解广告 以及包装印刷等等的制造过程 创意商品设计系的同学 则是对立体的产品 以及他们的材质形式 或者是产品语义 有更多的理解 再来时尚设计系的同学 他们可能会比较专注在 人体的整体造型 以及布料在人身上 呈现出来的风格感觉 最后室内设计系的分流同学 则是会更注重在 整体的空间感受 以及整个建材灯光 对人的居住环境带来的影响 所以亚洲大学的创设部分系 比较像是一个 邀请大家共同集结自己的智慧精华 来凝聚成创新 新点子的一个场域 在我们的专业教室里面 常常可以看到 来自不同专业分流的同学 聚在一起讨论 如何让自己原本单一领域的东西 变得更丰富多元 也变得更具有创意 举例而言 之前有一个修读 视觉传达设计系的同学 他以本身为题材 绘制了一本绘本 那在这个绘本里面 他不断地运用自我的角色 来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那藉由在班上跟同学们的 讨论激荡之后 大家建议他把绘本里面的 这个主角单独的提炼出来 赋予他更多的细节角色设定 所以他就从这一刻开始 他就开始慢慢地 从视觉传达设计系 跳脱到了数位媒体设计系 去理解怎么样去设定一个角色 怎么样去制造他的3D电脑模型 那电脑模型建设出来之后 他又看到刚好戏上那时候 在很多人在努力地玩什么 3D练印啊这一类的机器 所以他就把自己的电脑模型 进一步地映成可以 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现在的 时尚公仔这样 那关节都是可动的 所以他就等于把原本的绘本 跳脱到了数位媒体设计领域 再进一步地跳到商品设计领域 现在他的计划是运用这个公仔 进一步地去拍偶动画 那把这偶动画可以变成 一部可爱的动画短片 这就会变成是一个更完整 更丰富的跨领域专案 那是创设部分系的学长姐 他们同样运用这种跨领域 跨技术的思维 创造了非常多令人惊艳 而且有趣的产品设计 或者是艺术设计作品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的话 欢迎来我们学校 我们可以直接带着大家去解说 他们详细的操作内容 以及他们的思维转变的方式 我相信很多同学一听到设计两个字 就会觉得好像一定要画画很强的人 才可以进入设计系 那在亚洲大学的创设部分系 其实我们更鼓励同学们 发展自己宽广并且多元的设计思想 所以我们很鼓励那些经常在生活中发现问题 提出解决办法的同学加入我们 此外如果你是一个勇于追梦 对设计有极大的热忱 并且愿意一步一步逐梦踏实 规划自己学习进程的学生 也都非常符合创意设计系的宗旨 因为在创设部分系里面 可以学到的技能实在是太宽广了 所以在部分系的同学毕业之后 他们其实可以就业的职场范围 也相对的选择性会更多元 比如以亚洲大学的美术馆为例 如果同学们要在美术馆里面 贩售自己的商品的话 同时他们首先已经具备了 商品设计的能力了 但是商品设计出来以后是不够的 所以他们也具备有 自己设计产品包装的视觉平面能力 以及展示的宣传能力 再来他们在写文案 甚至是在设计整个的陈列展架的时候 这种空间规划视觉传达 在数位媒体的掌控 以及产品的立体造型等等 这些美学的整合上面 会是他们未来最强的竞争力 其实我认为只要在课余时间 能够经常的在这些 我们所谓的创意市集 创意聚落 或者是各大的美术馆展览地点 去走动的话 都可以去凝聚自己对设计的理解和认同 比如以亚洲大学的美术馆为例 我们之前办了一个逗家展 那这个逗家展邀请到了 国内非常知名的这些 艺术评论家以及设计师们来操刀 所以整个展览馆的规划 它的主轴 以及室内的空间设计 还有整个的展示设计 它都是经过很多大师们的智慧结晶 精心打造出来的 同学们只要在生活中可以更细致地去观察 去思考这些设计品背后的原因 都可以去磨练 而且建构自己的设计价值观 那此外 在一般的生活中 我们也鼓励同学们大量的阅读 去看非常多的课外书籍 无论是文学的科技的知识产业的都可以 因为在阅读的同时 我们会去思考自己目前所在的位置 并且去定义自己未来应该要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这些都是对设计的凝聚力有贡献的 那最后如果同学们平常想要训练自己对美的事物的捕捉 以及鉴赏能力的话 先来无事的时候 做一些简单的进物素描 或者是人体动作的素描捕捉 也非常的有帮助 因为我们通常在一个公共场合观察其他人的时候 大家就会不自觉去思考 他做这个动作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是不是由哪一些人的思维跟他的行为 会产生有趣的连结 那并且我们也可以从中去了解 一个产品或者是一个物体人体 它构造中平衡以及律动的美感 这些都是提供给现在的高中生们 想要进入亚洲大学创设部分系的一些建议 在创设部分系 我们相信设计永远都有更多好玩的冒险等着我们 欢迎你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行列